毒品是无孔不入 贩毒集团如丁利用了社交媒体和网络的便利 通过WhatsApp和Telegram软件 以及建立暗网来进行毒品交易 让吸毒者网上购买毒品之后 再通过包裹直接邮寄到他们的家中 国家贩毒机构总监苏德诺表示 最低18令吉就能够在网上买到合成的毒品 因此他提醒父母必须多留意和过滤孩子 所购买的包裹 他们所购买的包裹 苏德诺今天出席由副手下 拿独自理阿莫扎西主持的 反毒内阁委员会的会议之后 在记者会上表示 反毒机构会和相关的监管单位商讨 如何对包裹进行有效的监管 另外政府将会在明年初向国会提成 滥用毒品和物质法案 以取代1983年吸毒者法令 苏德诺表示当局将会在三个月内收集意见之后 提成给内阁委员会 以便能够应对国家毒品走私 贩卖和滥用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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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